长方体中的四边形 右图为一长方体 其中AB线段等于3 A1线段等于4 A珠线段等于5 则四边形ACGE属于下列哪一个形状 我们先将题目给我们的数字标上去 AB线段等于3 A1线段等于4 A珠线段等于5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A1GC这个黄色的面 它是什么形状呢 我们首先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A1线段它是垂直于EFGH这个平面的 所以说它和AG线段是垂直的 所以我们可以将垂直符号画上去 这边是垂直的 这里也是垂直的 这边也是 以及这边都是 那么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形状呢 它是一个四个角都是直角的 那么什么是四个角都是直角的四边形呢 那就是矩形嘛 那么矩形的部分 我们还有可能会是正方形 那么我们来检查一下 它会不会是正方形 那么我们看到 上面这个A珠C 这个A珠C 它是一个矩形的一半 也就是我们将它拿出来的话 可以看到它应该会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么在这边 两股个别为三和五 所以说线段AC长 我们就可以将它算出来 等于根号34 所以说这一段等于根号34的话 那么就可以确定它是矩形 不会是正方形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 矩形它是平行四边形的一种 那么矩形是不是T形呢 我们来看一下T形的定义 T形它指的是一组对边平行的凸四边形 那么叫紧一组 所以说只有一组对边 它是平行的另外一组对边 不能平行 我们才称为T形 所以说在这个图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AC和EG 他们彼此平行 那么AE和CG呢 他们也是彼此平行的 因为这边是直角 这边也是直角 所以说他们都可以找到 共同垂直的线段 让他们确定是平行的 所以说它就不会是T形 所以这一题答案B和C